她有個態度,她還不信主,她偷偷信主 感謝主啊,等我們慢慢 這種故事很多啊 有一個故事,我就沒時間講了 講得真精彩,問你睡不睡覺的問題了 真的,她就是兩個夫婦吵著要離婚 太太就跑美國去 然後呢,大小品,回來路上 在飛機上,想著回去 怎麼樣跟我離婚 好,跟旁邊的一位姊妹就談起來 旁邊剛好,那個人很好,很善良 因為她是大包小包的 那姊妹就幫她堆上去啊,怎麼樣 結果她說,你真好 她心裡就想,她是做記者過的 她說,這個人一定是老師 否則不會那麼好 她馬上說,你是老師嗎 對,對,她說,你怎麼知道 只有老師會這麼好 那麼賀愛心裡想想,一定是小學老師 否則不會那麼謙卑,還幫我搬東西嗎 那你說,在哪個學校教書 她說,我是交納的教授 蛤,交納?她說,不好意思 教授幫我忙 她說,你看看高不看低啊 她就很佩服 長話長說,後來啊,她回去 她就留了電話,怎樣 回去的人就要跟丈夫差不多離婚 就要跟他們兩個人吵了不開交的時候 她就說,你都不離婚 我就去自殺 你怎麼這麼貴的拜阿尼 你這麼心話嗎 講自殺講了很多次 還去火了 鑰匙一拿,車子一開,嗚就開了 她想開,我要死也死得美美的 就開哇 那什麼,開了 十門水庫,對,十門水庫 十門水庫,一個人衝上去之後啊 她就,那時候是冷風收收啊 一夜天啊,夜裡晚上的 夕夕夕夕啊 哎呀,那時候她下了車啊 是到岸邊,冷風啊,刺湖 她一到岸邊,哎呦,這麼冷 她跳得給你們刮洗的啊 她就送不了家 結果她就在大頂上啊 這個什麼,慢跑 慢跑,她摩摩摩摩一下 慢慢越想越起,就打個電話給啊 給她的妹妹 說妹妹啊,我的孩子說你幫我照顧 妹妹一聽,有問題 就叫媽啊,姐姐出問題了 然後她後來啊 又想打個電話給兒子 跟兒子講說,以後啊 你如性好修 以後會替媽媽怎麼樣 她就打那個,一打開,哇,塞爆了 其實她丈夫,你趕快回來啊 不要衝動啊 然後再次,兒子,兒子叫她最傷心 媽,我愛你媽 我向你開廳啊 哇,她的淚烏雨下 然後呢,外面下雨,裡面的眼淚也下雨 然後呢,她就爬不回車子上去 也跳不下去,有點看死 也不敢回去 也聽死 所以她不知道兩個男的 她就趴在地上 慢慢爬回車子上 爬回車子上,路上就響起了 那位姊妹在飛機上講 呼求主名,救命得救啊 然後這時候,她爬上車子啊 趴在那裡說 主啊,這時候喊,還有用嗎 但她說喊喊砍吧 哦,主元叔啊 一喊,沒幾下,啪 一個大光照進來 她說,我那靈 那一看,原來是警察 想要說,相信這在做什麼 她說,我沒有做外事 我沒有做外事,我只是想自殺而已 哎呀,不能講下去了 那常常說 後來啊,她說 哎呀,她說 謝謝小姐 這樣你有什麼苦衷啊 哎呀,我在這場遇到 她說,我有這個苦衷 她又講,我那個倒不休啊 怎麼樣啊 又講,講一句以後 警察怎麼說 她說,小姐 我知道這個很困難 人生本來就很困難 不過有一條路你走不開 呼求主名,信件數,救命 救命 呼,她一定 好了好了,罷了罷了 她就回去,信誠耶穌了 我想你們中立的故事 你們知道,對不對 那麼信誠耶穌以後 哎呀,我跟那個神親啊 她跟我同台好幾次啊 我在等待他們,恢復同台啊 結果呢 哇,那一次啊 完了之後 後來她的丈夫啊 常常回來 本來回來都很晚 那麼看她唱詩歌 就麻煩,真麻煩喔 哎呀,感謝你們 好多久啊 傳聞太太太跟信仰說 看別人跟她囉嗦 她叫木婆囉嗦 但後來呢 她啊 有時候就提早一點回來 哇,再上次 有啊,聖經工作了 她的淚如雨下 被感動了 後來她說 你們受禁吧 太太說 哎呀,我們聖經都沒讀一遍 怎麼可以受禁 她說 我們等聖經讀完都老了啦 趕快息結束 呀,多好 這是什麼事 啊 這個就是 借著禱告 我們啊 我們全家都會得救 好不好 當然,得救以後還要得勝 我心裡的常常管她 我心裡真是愛她們 我有時候給她們發錢去 包括她們有一天 還要恢復 跟我有好的佩達 人在死的時候 沒有得救 死的時候 可以接著禱告 呼求主使人的靈魂得救嗎 聖經在這一點上 沒有記載 那所以 聖經給我們抓住機會 所以我們抓住機會 給所有活著的人 或病危的人 給他機會 記得她的全身功能都結束了 耳朵是最後結束的 所以給他耳朵你還有個聽 讓他心裡相信 口裡成這樣 救命得救了 如何讓家人一起得救 如何 什麼 如何 像長輩開口 這樣各樣的智慧 希望你先回去做好被夫婦 讓你一開口 讓他嚇一跳 你哪個圍得好 你哪個老公 這樣看你哪個好 哇很靈魂 他就心裡想說 所以不要怪人家聽不進去 是怪你講不出來 會假 合體 要回去裝備 請問小楊 我看這個 我快一點 請問小楊被教導要基督加多 幾減少 那麼是操練靈 可以禱告對夫妻 喔 你這真好 像貴賢丁說say sorry 大家都為了主題而接受 這很好 這一聽就知道 需要來第二學程 第二學程參加就懂了 但是進階問題今天達不了 要如何個人禱告 要禱告什麼 要如何開始 大家 禱告不就才能解決 這也是下個一次會帶的 這是真的 要如何聽見主向你說話 或常聽到類似的見證 說我在我這裡面實在沒有感覺 聽見主說話實在是認識神的詞意 這有好多的原則 有裡面的聲音 有外面畫面的印證 有環證的印證 還有身體的印證 他這裡有很多講究 請來第二學程 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而軟弱的時候 會不會知道 會不知道如何跟主說 而開始懷疑自己 是不是屬林的人 那該怎麼辦 沒關係 告訴主 凡事告訴他 應當義無掛慮 凡事報告 你決 義無掛慮 凡事報告 怎麼回事 還有一個比喻 還有一個故事 下回再說 這是真的 因為這一份 他們加起來 就是跟下回有關的 看到討厭的人 可以不理他嗎 看到討厭的人 可以不理他嗎 可以嗎 你靠著自己啊 是沒有辦法的 討厭就是討厭 甚至於有一句話 我也是到一個國家 哎呀好久不見 實在想念 他說天天相見 實在討厭 他說旁邊的人 他很想念我 就是不想念旁邊的人 這也很麻煩 但是有一個生命 會叫你拔糕 不是叫難處摸去 是叫恩典加典 我們的方法都是啊 哎呦西流路 好多礁石喔 好多岸礁喔 最好主要把這岸礁都拿走 哎呀讓那個姊妹搬家 讓那弟兄被提 讓那弟兄病倒 讓那弟兄 哇 就全部 全部都這樣嘛 全部跑開 這不是主人路 主說我給你下一場魚好不好 一場輕人大魚 水位上漲三公司 你就所有岸礁都跑到水裡面去了 你就順流而下 所以是恩典加多 不是難處不去 所以不要擔心你坐過來 免疫情也沒用 咬牙也沒用 你咬斷牙也沒用 你要靠主的恩典 要恩典加多 還沒有力量就不要勉強 但是也不必去討釋 不要去討釋 我討厭你了 我覺得愛不難怎麼辦 討厭你了 這也不必說 討厭他就轉彎了 但是等到主有愛的時候 有一天主要你愛他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 我以前很討厭你 現在靠主恩典我來愛你 這也多餘的 這也多餘的 你就轉換一個態度 為了讓他得到好處 看到討厭的人 禱告要是沒有得到主允許 可以繼續禱告嗎 當然可以 不過慢慢你會懂 什麼禱告主不一定 什麼禱告主不一定 主啊 給我重那個樂透 嘴高樂透 十億唯一 十分之九奉獻 然後十分之一零給我自己用 保證主不聽 這就是你要懂得怎麼禱告 真正的禱告下回分解 你要聽不懂主人旨意 再把主的禱告出來 那個禱告才是有價值的禱告 要如何愛主 好問題 下回分解 真的 主是太可愛了 一面他一再向我們顯現 讓我們愛他 另一面我們也跟主講 主 增加我對你的愛 怎樣才是愛主呢 主耶穌我愛妳 好像都只是說說而已 講得好 但是呢 沒關係 說比不說好 你要說 主我愛你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 一說主我愛你 我常常裡面就說 根本愛的有一點 怎麼講 愛的有一點 反正有一點那個你自己知道 你知道 主更知道 你就跟著說 主啊 我愛你